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揭开了合唱人生的序幕 大概我们成立了几个月之后 同学们就很热烈的提议说 我们不能老是叫绿霸绿马合唱团 就出了好几个名字 然后用表决民主的方式 决定了我们叫绿运合唱团 作为绿运的发起人 我心里有太多的感谢与感恩 感恩一路帮助绿运合唱团的贵人 也感谢你们来聆听我们的合唱 分享我们的成长 千缘万语谢谢大家 也祝福绿运会一路成长 也祝福绿运有更好的发展 然后团员可以更开心地在绿运歌唱 这三年来虽然我们两个星期才上 也就是一个月上两次课 就隔一个礼拜上课 而且我们还放寒暑假呢 所以真的老实说绿唱的时间并不多 这个绿运合唱团最大的 我觉得非常我喜欢他们的原因就是 他们唱得非常开心 而且呢这个他们学习能力特别强 我们从一开始的齐唱 进步到浑身二部 同声三部的轮唱合唱 同时我们也参与了 一百零四年 近世三会表演 北宇女校庆快闪 一百零五年 一百零五年 绿运首届成果发表会 一百零五年 三四年 筋师三会表演 半杯伴吃东川仙 见宗子恩合唱团的表演嘉宾 十 yıl四年 一百零六年 关度工 快闪 一百零三会表演等 回顾绿运这三年来 对外有圣园 献群 郑中 妙针等会长 继团长的协助关照 对内有洁男 妙针 戴盈等班长的班务经营 再加上一路相随的团圆 力挺到底 因此 绿运由初期的三十八人 扩展到目前将近五十五人 使得团务蒸蒸日上 蓬勃发展 经过多少难耐 就在光辉的十月十二号 我们庆祝三周年的纪念 也诚挚邀请离团的团员回娘家 与全体的绿运 一起上课 一起欢唱 一起来共襄圣举 我们经过了三年的练习每年都会有一场发表会 很温馨很好听 那今年在五月前夕的母亲节 希望各位来聆听绿运合唱团的美妙的歌声 欢迎 我们今年圆更大的梦 将在国军无意活动中心举办我们第一次走出校园的工业 在五月一号的下午礼拜二 欢迎大家丽临欣赏 来看看我们这三年来的成果 有你们的支持 我们深信我们越唱越好 感谢你们 最后祝福大家 有一个美好的母亲节 谢谢 在此 结成为107年5月1号 第二届成果发表会努力 并敬请期待 各神教会 各神教会 以往以往